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真言二十五篇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题目是将炭火堆在头上 真言二十五篇二十一节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 若渴了就给他水喝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耶和华也必赏赐你 北风生雨 禅邦人的舌头野生怒荣 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二十一二十二这两节的经文非常有名 有名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大家在真言里读到他们 可能许多人读真言甚至都读不到这里 那这两节经文大家是怎么会觉得熟悉的呢 原来是在千年之后保罗在罗马书当中 差不多一字不改的引用了这两节经文 我们在世上很可能会有仇敌 仇敌是如何产生的呢 并不一定 可是一旦彼此成了仇敌 那你会希望对方是过得越来越好 还是会遭遇灾难呢 恐怕就不会希望对方过得太好了 总是希望对方不太好 是不是最好就连饭都吃不上 对吗 但恐怕真的是如此啊 但是当对方真的是吃不上饭了 挨着饿又让你知道了 你又会如何做呢 是欢喜快乐的庆祝吗 在一开始可能有许多人都会如此 但是再仔细想想 相识许久彼此有所往来 如今竟然沦落至此 这个时候啊 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反应了 有的人被恨意征服 这样啊还要再落井下石 对那不幸的人还要加以咒诅 希望他惨还要更惨 另外一些受了耶和华教诲的人 此时就记得主所吩咐我们的 不但是记得教训 在人心底的怜悯同情之心 一发忘了起来 就给他送吃的送喝的 虽然这里说我们若如此行 就是在仇敌的头上堆上炭火 那就是炽热难忍之意 让他扫得慌 但是我们如此行的原因 却不是要借着送吃食来修扫对方 好让他感恩戴德 或是挂记者要讨好神 好得耶和华的报场 原因不是如此 不过当我们这样做呢 神也必赏赐我们的 北风生雨 缠磅人的舌头也生怒容 以色列位处地中海的东侧 差不多是在大半个欧洲的南方 它的北方是土耳其等欧陆地方 北方或是东北风 雨季是冬季南下 骑士凶猛 并且也带来充飞的雨水 真言就用词比喻来说 禅言也会带来人的怒容 搬弄是非的舌头 是容易使人发怒 就如北风也并不是一刮就立刻 开始带来雨水 北风是刮着刮着 大概用不了多久就会下雨 说话搬弄是非的人也是一样 没有人一上来就告诉对方 我现在要搬弄是非说禅言傍语 是对方听着听着才发现 这些话是在挑拨离间 那时怒容才会出现 那宁可住在房屋的脚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富人同住 这句话也是在真言中多处出现的 21篇第九节也是一字不变 就曾经讲过这句话 27篇16节也是在说 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富人一样 多次讲到同一件事 表示这件事是很真实又很普遍 谁会喜欢住在房屋的脚上 那里又日晒又漏风 角落也不是很宽敞的 通常是我们搭鸽子楼所在 那实在并不是一个舒服的所在 但是富人的真闹 喋喋不休的话 更是钻入脑门 这里不是要特别贬低富人 我听过刀絮的男人和喋喋不休的女人 男人确实是无法和女人相比的 那些话确实让人血压升高 所以还不如避到屋顶上晒晒太阳 看看蓝天 这样至少还可以让心胸开阔起来 愿神带领我们 阿们